公子请 跨出殿门时 魏英仍有些恍惚 居然 居然这么轻易 他想起 昨夜在踏上问仙都时 拦战一副冷淡模样 未知可否 没想到居然答应了他 他懊恼起来 早知直说便可 从前当真是白折腾了 回回头跑出来 仙都可都没轻纵了他 魏英伸了个懒腰 仙都府中结界重重 没有随身御令 难以在府中通行 上回他带江城出逃时 是偷了一名护卫的令牌 因为级别不高 在仙都府中行动颇为受限 这一枚御令倒是不同 魏英在府中逛了许久 还未受到什么阻拦 午后阳光正好 威风抚过面颊 很是惬意 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 魏英没眼尖染上几分笑意 此番仙都动怒 他在殿中被关了足足两月 成日里只穿着一件单衣 随着魏英的脚步 玉令上精致的流苏微微晃动 像是在昭示着主人的好心情 月明星熙 蓝战回到寝殿中时 魏英已趴在榻上睡熟 虽说放了魏英出去 他还没有下令让魏英搬回侧殿 是以魏英今夜 仍之趣地塑在主殿中 他白日里跑得累了 晚间沐浴完 一沾枕头就安然睡去 反正仙都回来了也会弄醒他 寝衣被人吞下时 魏英仍闭灼眼 翻了个身方 变人动作 喊喊呼呼道 你轻一点啊 别吵我睡觉 他打了个哈欠 踏边围漫垂下 遮住一室一米 一连几日 魏英白日无事时 皆在仙都府中乱转 说起来 他在这座仙底中 断断续续关了一年多 还没有机会 好好打量这座府邸 他后知后觉 发现蓝战给他的御令 皆品极高 除了两处禁地 几乎在仙都府中畅通无阻 而那两处禁地 一是前任仙都修炼之所 二便是暗牢 当然 这梅御令出仙都府 亦是不能的 魏英眼下还未想着出去 心中挂记着江城 他换了个方向走 仙都府占地极广 历任仙都扩建下来 规模堪比半座城池 走着走着 魏英打量周遭 陡然森严的守卫 心到此处 大约是仙都府中心之所 他起了好奇之心 试探着往前进几步 见他腰间所配之御令 到无人阻拦他 魏英收好御令 安然踏入 他四下转了转 最后在一处 气度恢弘的楼阁前停下 外处看桥不出端倪 魏英绕着楼阁走了一圈 总觉得里头有乾坤 他胆子大起来 避开守卫耳目 纵身一跃攀上了屋顶 不过大约是许久未做此事 落下时发出小小一阵动静 很快引起不远处侍卫的注意 魏英隐身在屋脊后 看着侍卫渐聚拢过来 又不知为何散了开去 他松了口气 熟门熟路掀开一片瓦砾朝下看 哎 不知触动了哪路机关 看似平静的屋顶 陡然出现一道下戏 魏英猝不及防之下坠落屋中 看着屋顶在自己眼前 迅速合拢恢复成原样 糟糕 中了陷阱 魏英心底暗骂 却察觉有什么力量拖着自己 他落地时是在软椅之中 并不疼 魏英摸了摸鼻子 愣愣地看着眼前一袭白衣 正在处理公文的蓝战 原来此处是仙都的书房 怪不得守卫严密 他被蓝战抱入怀中 想起方才情形 魏英知道凭蓝战的修为 大概早就发现了自己 他后知后觉 调笑道 仙都大人 你在戏弄我呀 腰带被人解开 才穿上身半日的新衣裳 被眼前的白衣仙都 漫条丝里吞下 若是在从前 魏英打死也没想过 有朝一日 光天化日之下 他会同蓝战在书房中行乐 魏英心中赋匪 眼前的白衣仙都面上 仍是端方雅正 单看神情完全瞧不出他 此刻在做些什么 最后一件礼衣 没能逃过一劫 碎成两半 魏英阳躺在书岸上 身下被垫上了自己的衣袍 弹纸之间 仙都亲设下结界 书房内自成一方小天地 任由魏英如何放肆叫唤 外奸也听不去分毫 情势毙 蓝战用自己的外袍裹了人 将满身情爱痕迹的魏英 抱在自己主座上 便欲吩咐人打水来沐浴 魏英声音懒洋洋的 还带着些欢爱后的沙哑 仙都大人 咱俩在书房里干的好事 你还想让其他人都知道啊 仙都的目光落在他光滑裸露的肩头 位置可否 简单收拾清爽 魏英裹了蓝战的衣袍 坐在继续淡然处理 公务的仙都身旁 原因无他 他现在暂时还走不回去 魏英拢了拢衣裳 身边的仙都大人衣衫齐整 仪态端方 清冷禁欲的模样 仿佛方才激烈的情形 从未存在 他揉揉腰 看仙都宁神写字的模样 不知不觉回想起 少时在云深不知处的情景 他那时少年心性 忘记是递多少回被蓝老先生 罚在藏书阁抄写家规 那时奉命监督他的 就是蓝战 他抄得百无聊赖 面对蓝二公子花样百出 魏英看着仙都手中换过一本公文 忽得联想到 他从前将蓝二公子手中的家规 换作春宫图的光辉世纪 蓝二公子那脸红窘迫的模样 他到现在还记得 想着想着 魏英没忍住笑出了声 在这寂静的书房中格外清晰 仙都大人轻描淡写的眼神看来 魏英实相地闭了嘴 装作无视发声 默默揉自己的腰 仙都在这方面 从来都是 不久前书房内在仙都身下求饶的情形 历历在目 魏英疑惑起来 难道这就是他当年戏弄蓝二公子的报应 不会不会 魏英极力摇头 忘却这怪异的想法 到了晚间时分 仙都体恤地亲自报了他回去 原本在明光殿职掌事务的那位老管家 自魏英再度回来后就不见踪影 听说是被蓝占掉去服侍老仙都了 也是 他本就是老仙都身边的人 不过他这一退下 反而给了金光瑶上位的时机 魏英对他们二人都无甚好印象 皆不理会罢了 重获自由才几日 魏英就身安得寸进尺之道 仙都大人 能不能把我的陈情 还有随便还给我啊 怕仙都不清楚 魏英笔划道 就是一柄笛字 一把剑 那可都是我的宝贝 燕族的仙都 应该比平常好说话些 魏英谋中闪着期待的光 听人淡淡应道 嗯 仙都的话不会作假 魏英得意洋洋 计划通 阳光下 随便出窍 剑芒风立如西 佩剑失而复得 魏英心中快慰 他笑着看向蓝占 有几分少年气性 兴奋道 笔划笔划 嗯 仙都府中 教场占地极广 在此处的修士 见到仙都大驾 纷纷避退 避陈县势 剑上只流转两分灵力 剑锋所向披靡 数招之间 随便被灵力挑落 避陈锋芒 在剧魏英三寸之处 偏然停住 魏英未躲 眼眸一闭 不由沮丧起来 世家子弟之中 他同蓝占的修为 皆为翘楚 难分敌手 不过几年光景 如今再度交手 方知其中差距 仙都府掌阴铁 以阴铁之力辅助修行 着实震撼 世家若要反抗仙都府 绝无可能 魏英叹口气 难怪当年世家一败涂地 更何况 蓝占对铁铁的掌控 犹在老仙都之上 另一头 仙都府诸人看仙都收了剑 倒有些手足无措的味道 魏英将随便收回窍中 没劲 他不过随口抱怨 并未如何放在心上 熟料眼前的白衣仙 都望他 神色平静 开了尊口道 让让你 晚间被仙都压在踏上时 魏英白日里的怒气未消 干脆不轻不重 一口咬在人肩头 换来 仙都一声轻笑 衣衫退得干净 蓝湛伸手抬了人下河 低头深深吻了下去 午后的阳光照入床慢间 魏英揉着酸涩的腰 心中暗骂 不过是昨夜咬了仙都一口 就被人掐着腰折腾到天快明 也不知道仙都是跟他计较了 还是没计较 魏英起身穿衣 记着前日书房中的教训 决心绕道而行 仙都府中地形 他已摸得八九不离时 成日闷在店中无趣 魏英慢慢悠悠晃到了南处的府门 虽说有通行御令在身 但要出仙都府的大门 还是万万不能的 魏英跃上围墙坐下 一道结界阻拦 再南进一步 他转着手中长笛 从前在蓝室听学之际 云深不知处的结界 他不知破过多少回 不是处去买天子孝 就是去彩衣镇的香菜馆 改善改善伙食 云深不知处与仙都府 两边的结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仙都府中的结界除非仙都亲自出手 无人能化解半分 南门把守的护卫大约也深谙此事 见魏英在此徘徊并未有阻拦之意 自由尽在咫尺 却又遥不可及 魏英撇撇嘴 陈情横在唇边 几乎是未及思索 一段旋律自敌间缓缓流淌而出 笛声悠扬 往日情景在眼前不断浮现 依稀是蓝室听学之际 他和蓝湛一道下山除过水碎 在湖中央被蓝湛拎着衣领救下 仙都府的围猎大会 他与蓝湛遇险 合力斩杀屠戮玄武 拔得头筹 再后来 仙都府倒行逆施不得人心 仙门百家齐心反抗 他们二人又并肩于战场之上 直到最后 蓝湛为护全城百姓落于仙都手中 生死未卜 笛声剑刺低落下去 魏英回神 正呐喊自己是从何处听得的这段旋律 冷不防瞧见不远处一抹白影 魏英吃了一惊 甘笑两声 道 仙都大人何时来的 吓我一跳 见仙都淡漠不语 魏英将陈晴藏于身后 摆摆手道 我没有想逃跑啊 仙都大人可别误会 我就是 就是上来看看风景 顺便看看有没有逃跑的机会罢了 下来 哦 魏英将笛子插回腰间 半开玩笑道 那仙都大人接着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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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